笃行致远是2023年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季的主题 脚踏实地 笃行是前进的动力 勇往直前 致远是理想的指南 青春奋进正当时 他们把美的声音传得更开 更广 更深远 时序更替 华张日新 2023年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季如期而至 画这个的时候 我是一种感受 尽量地把我心里所想 所呈现在整个画面当中 这幅画最想表达的就是 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碎画的作品 印刷品 更能体现出画面的生命力 我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 到今天我也处理了 每一位同学一帆风顺 锦绣虔诚 青春如画 复兴世人齐也快乐 2023年在天津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上 这件造型奇异的雕塑作品一惊亮相 就引起众人的关注 更有意思的是 不同的人群 对这件作品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感受 我的作品名称是《美丽世界》 它其实远看的话有点像刺 也有点像龙 龙毛 小孩子会说这个东西毛融融的 挺可爱的 会想上手去摸一下 但是大人会说这个东西 就是感觉侵略性很强 就是想让人圆圆的看着 这件作品的原型 其实就是陈彦策的耳窝助听器 因为从小出现听力障碍 让他感知到的世界变得与众不同 我听不见很多声音的童子 我的视角就是比较安静 那么我做一件事情就是会比较专注 就是我在用眼睛去看别的事物的时候 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听力障碍也给我带来过困扰 从幼儿园到高中时期 我的父母都会试一下跟老师沟通 把我的作为放在前面 我的个子不算 竟然会挡到后面的同学看黑板 为了不影响大家 我都是尽可能攻起腰 爬在桌子上 这一点我既愧愧就又无可奈何 我的作品的一个初衷 就是想告诉我 像我一样的这样的群体 我们的世界是一样的 是寂静 然后孤独 但也是美美丽的 为了将美好的景象呈现出来 陈彦策拿起了画笔 2021年 凭借自己对美的独特感受 她跨进了天津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大门 从此她的生命燃起了更猛烈的探索火焰 有一天在休息的时候 仔细地去观摩了一下我的住亲戚 她就这么小 可能也很容易丢 但是她呈现出来的是我一个耳道的状态 那么这个耳道可能事业上只有我有这种形容 我觉得她是非常美的 她改变了我的生活 也改变了许多像我这样的人 灵感的闪电就此击中了陈彦策的心灵 她将小小的耳窝放大成一件巨型雕塑 并且用表示绒毛的纤维覆盖在雕塑全身 寓彦这是一件正在生长的作品 想让它有生命力 因为它已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了 我从外面听到的声音 其实跟我耳朵本身关系不太大 我去感知世界的一个渠道 就是我的助亲戚 如果说你要对他们有话说 你会说什么样的好 从既懂事开始到现在 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链接这个事情 我与别人之间中间的这个墙 能不能被打破 我希望能借用这个作品 去燃起他们对生命的这种探索 作为一名听障人士 入耳式助听器是作者陈彦策 对这个世界直观感受的媒介 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来自央视频网友的评论 有网友说 这是一次零距离与艺术的互动 方形的墨水与形似刺猬的雕塑 水波和绒毛的共振 让人心生共鸣 还有的网友说 虽然感知世界的方式和路径不同 但感谢你用作品带我们走进你的世界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央视频天津美术学院互动专区 留下您的精彩评论 我的毕业作品量化是一件编织工艺的现代服装 在一针一线中有我自己的创新 更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致敬 勾针编织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然而对于孟韵涵来说 他之所以要采用勾针编织去完成自己的毕业作品 是为了实现两代人的设计梦想 我奶奶她非常勤劳操持全家的家务 但一有时间她就会将家里一些破旧的衣服进行改造 有一次就是家里的烧饭的围裙 因为不小心整个手肘的地方被烫焦了 然后奶奶把那个围裙的口袋处的布剪下来 重新缝补在那个新的被烫焦的那个洞的那个地方 并且能够让她的款式和花样变得新了 像是拼接的布做出来的一个设计 她自豪地告诉我有些东西 重新改造 你看就是新的东西 往右 回 往左 脚跟脚尖 脚跟脚尖 这个你可以往后倾 然后收得快 虽然服装设计是孟韵涵奶奶当年遥不可及的一个梦想 但童年的美好经历在孟韵涵心底埋下一颗种子 2019年孟韵涵顺利考上天津美术学院服装设计系 她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自己和奶奶的夙愿 我奶奶跟我说 有时候传统的东西 它可能更有可俗性 她当时说 网状这个东西 每一根线就像丝线呀 你为什么不尝试去用勾针的形式 去做成网状的面料呢 所以我当时就很受启发 所以就开始寻找不同的丝线 有渐变色的 然后有彩色的 比如说这个帽子 这些丝线 就这种垂下来的线 就勾勒一阵阵一阵 把自己去融入到勾针编织 然后一阵一线 就是融入到自己的青春年号 艺术当中最高境界最高的品质 就是朴实 朴厚 天宁美院的展览当中 我看到了传统 同时我又看到了教学的一种新的理念 学生的这种创作的思维是开阔的 它并不保守 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基础上的一种开脱 它是广大 是支援的 作品亮画 把细致的编织和梦幻的色彩相结合 有观众赞叹说 远看色调和谐 凑近看的时候 发现整个系列的作品 就像热带雨林一样富有生命力 真的很奇妙 还有评论说啊 绚丽的色彩如孔雀般艳丽 搭配层叠的编织 时尚又不失温柔 休闲中带着优雅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央视频互动 留下您的精彩评论 稍后继续为您带来更多 青春与美的精彩故事 青春创造何以为美 欢迎继续收看 中国文艺报道特别节目 青春如画 请扫屏幕二维码 进入央视频 天津美术学院互动专区 继续为您喜爱的作品投票 我们定制的文创礼品 在等着您 我的作品语言账单 是一个视觉装置设计 我想通过它 唤起人们对语言暴力的反思 我的爸爸是进入社会比较早的 所以他的语言习惯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他就是在平常说话的时候 就会带这些刺耳的词语 对于我来讲就是这种是一种累积 一种情绪上的累积 听到这种话就很难受 在我们身边以及网络上 这样的案例也层出不穷 作为一个设计师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毕业设计 让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 然而将反对语言暴力 用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 孟庆功想到了一个突破点 我认为语言伤害这样的 是一种情感的消费 就是我的感受就是 我感觉我是被消费了 小票这样的一个戒指是非常好的 媒介去阐述情感消费的 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采用小票这样打印的方式 就是进行最后的展示 如果说每一张小票 都代表语言暴力所消耗掉的感情 那么这长长的账单 代表的是无穷无尽被消耗掉的感情 我不希望人们再去通过激烈的暴力语言 去反抗暴力语言 这样反而会形成一种 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恶性循环 我还是希望人们能够 通过善意地表达方式去表达自己 通过善意地表达方式去保护别人 我是想借助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去向社会传达一个我的想法与唱 言语是一扇窗户 也可以是一道墙 有的时候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 也会对他人心灵造成伤害 我们来看看央视频网友怎么说 有网友评论 下一次遇到语言暴力 我会冷静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希望能用温和而阳光的语言 治愈那些被伤害的人 传递积极的能量和良好的情感 愿你我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 请扫屏幕二维码参与央视频互动 留下您的精彩评论 我的毕业作品年华是一幅工笔重彩人物画 我用中国传统绘画技巧 记录下我和同学的友情 也记录下我在创作之路上的成长历程 就是某一天下午我们在教室里 然后画着画 然后也有同学看到桌子上的魔方 就拿起来拼 我当时就想 我一定要把这幅场景记录下来 作为我这三年的一个纪念吧 于一帆萌生了这个想法之后 便在平时搜集与创作相关的素材 因为要表现很多人拼魔方的场景 作品中对手部创作就不能千篇一律 然而传统中国画中的手部形象 能否和现代绘画创作主题相衔接 是值得研究的 我以前是非常不理解传统的手字的 我是很麻木的 我觉得这个传统的手字就特别简单 没有体会到它们的美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很沉迷写实绘画的 认为画得越真实越好 在观察研究敦煌壁画中人物手部形象时 于一帆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他发现敦煌壁画里面的手部姿势 形态各异 造型非常优美 敦煌壁画里面的手部姿势 从这里边吸收营养 来训练自己的造型 然后再画这幅画 突然之间我就对手部造型的理解 有了质的飞跃 反而是这对手部造型特别顺利 画得就是非常流畅 非常顺畅 一气呵成 少女手指轻松的手指 没有经过反复的修改 用最简练的笔法 表达最本质的东西 我觉得这种状态非常奇妙 是直可意会不扯言传的 比如说左依那个坐着的女孩 一只手托着魔方 然后眼睛实刻在观察 另外一只手在旁边刺激而动 随时就要拨动这个魔方 然后她旁边的这位站着的女孩 是已经把魔方拼好了 而在手中把玩 这双手就是相对静止的 远处的这种人物原型就是我自己 把拿着魔方的那只手 处于向外伸展的状态 为了突出手中的魔方呼应主题 我记录下了一个美好的下午 记录下了我们天美最美好 最美好的春天 我想永远地把这幅画里的场景 存在我的心里 这幅作品实际上 它是对中国传统的中国画技法 特别是壁画的一些 技法材料的一个使用 就是把传统的东西 做个性化的创新性的一个转化 那么我想这幅作品里边 它体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理念 我们中国人对手的这种感触 对手的造型感触 是由此以来的一种 关注的一种情感的表达和传递 手势其实表达了一种语言 同学之间手势手形 这种关系的处理 让我们感到画面的一种融合 画面的一种圆融之气 作为绘画的表达 它是成功的 是带有自己艺术的一个独特性的 这是一个平凡而美好的下午 作者于一帆用工笔重彩的方式 静静地记录下这份时光静好 画的名字就叫年华 有网友说看到这幅画 就想到了自己当年的大学生活 一晃竟然过了这么多年了 怀念美好的同学情 还有网友说 国画人物作品的形式 越来越多种多样了 喜欢画里那种氛围 画是布置的温馨且有气氛 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 画面中还能找到好多 我自己也有的东西 好真实的大学生活场景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 央视频投票已经评选出 观众最喜爱的作品 我们将为获奖观众 送出定制的文创礼品 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收看 下期节目我们相约周末